當時淹水的時候 其實水位大概到這邊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這個茶几 現在都已經變形 然後皮都已經開花 滿目窗儀還看得到 一條條淹水流下的水痕 家住頂樓何小姐想也沒想過 洗個水塔 居然變成整個家都泡在水裡 水是從後陽台這個排水控淹出來 然後淹到因為大概到腳踝 所以烏龜也是從後陽台游到客廳去 在外上班的何小姐 透過家裡裝設的監視系統 居然看到家裡的狗狗 站在水中低頭喝水 趕回家一看水已經淹到腳踝 家具電器全部報銷 同一時間大樓正在進行水塔清洗作業 何小姐頂級叫來相關人員 雖然低一時間把水抽乾 不過想進一步就責 卻得到這樣的回應 並沒有表示說 她願意協助我們 把六樓的部分修復 然後只是說隔天要回電話 回到現在已經半個月過去了 其實他們到現在一通電話都沒有來過 負責清洗水塔業者 第一時間只願負擔2000元作為精神賠償 何小姐以損害能估計為由 初步拒絕收款等待評估 水燕的兇連在樓下住戶天花板 也開始滲水 業者事後卻把責恩歸屬推給大樓新改管線 才會造成堵塞 該扣只願負責重新分刷 煙水造成何小姐損失高達三四萬 無從索賠 連在樓下天花板全毀 也要自行吸收 求助無門 北市消保處表示 如果持續無解 可透過向消保官申訴 只是洗水塔前 沒建立前置評估SOP 恐怕類似案件還是會持續發生 解台北綜合報導